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林玉芳委员 大家好 黄真归界长 祝所有父亲节父亲快乐 对 今天是父亲节 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另外是评论员谢涵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还是要来关心这几天 我们台海其实是蛮危险的 尽管我们台湾人可能没有这么样深刻的感觉 可是如果我们透过像这样的航机图 或是透过这样的演习图来看 的的确确是惊心动魄 我们先来看看解放军说 尽管72小时的所谓封岛演习已经结束了 可是他们会持续在台海周边军演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威胁还在持续当中 原定时间一到未宣布结束行动 这七块所谓的军事演习的区域 ABCDEFG 七块团团把台湾给围住 尤其我们用红圈画出来的G 这一块是解放军在8月4号才加码宣布的新演习的区域 于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区块其实就是区域巨制 很重要的一个演习 解放军要对抗美国的航母吗 一旦日本来 美国来 我就让你围在第一岛链外吗 我们放大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岛链在这里 那这个解放军所谓的演习的这一块 把台湾给围起来 如果你一旦 什么日本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或者是美国说我会来救你 那可能都会被聚在解放军的封锁之外了 比较可怕的 或是比较令大家担忧的是 这一场演习完了之后 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台海现状 路透社的标题 军演已经改变了台海的现状 过去我们还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尽管是一条看不见的线 可是双方有默契 现在没有了 已经被抹去了 格莱伊他说 中国掀起了第四次的海海危机 目的就是想要借军演改变台海现状 那当然给他借口的是谁 给他借口的就是佩洛西 佩洛西来了 佩洛西的危机 让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借口了 观众朋友川普 他是美国的前总统 那当然他跟佩洛西是一个死对头 所以他也说了重话 川普说疯狂的佩洛西 除了惹麻烦还有赚钱之外 他去中国做什么 他给了一个中国一个美梦 给了他们一个一直在找的借口 那当然我们台湾真的是蛮倒霉的 就变成一个借口了 把我们团团围住步步紧逼 尤其是台海的现状被改变了 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呢 遥想过去26年前的96台海 96年台海危机 当时美国出动了尼米兹号 还有独立号 一南一北 在这个海峡 台湾海峡这里阻挡共军犯台 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所谓雷根号 当佩洛西离开之后 他也跟着往日本移动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 雷根号在这里 我们大概画了一个航机图 他8月1号在这儿 那时候佩洛西都还在新加坡 8月2号来台湾 他航行到这里 8月3号 8月4号 8月5号 他驶向日本了 因为佩洛西到日本去了 那8月6号一度传来 他接近我们台湾 台湾在这儿 接近我们台湾 那时候还有蛮多 我们台湾的网友说 Yes 雷根号来了 美国人没有背弃我们 可是8月8号 他又驶远了一点 他又离开了一点 所以他到底会不会来呢 看起来他一直在海峡的 这个低岛链的右边 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非常记得 委员一直告诉我说 雷根号在菲律宾海 离我们有千里之遥 非常非常的远 那所以雷根号折返 可是还在外围 林肯号结束环太平洋军演 这个是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的另外一艘航空母舰 他难道有没有可能 会派来我们这呢 会派往台海吗 很远 更远了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问了 习近平 我们就是可能要想 解放军的想法 习近平的想法是什么 就跟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西方国家都在想 到底普清在想什么 一样的意思 那中国我们都说 已经不是96年的武侠阿盟了 96年的时候的台海危机跟飞弹 那时候中国的军力不强 解放军的军力也不强 那过去呢 他们记取了很多所谓的国耻 中国人常常讲 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 过去的一些耻辱 他们都牢牢记得 包括93年银河号事件 那个时候是中国一艘货轮 他载一些据说是商品 去欧洲要去卖掉这些商品 可是没有想到美国就指称说 你这个船上其实根本就是化武 你要去伊朗 帮助伊朗的 所以美军派军舰跟踪他 还逼他关掉GPS 在公海上面扣留他的商船 33天 最后美军登舰检查 发现没有什么化武 没有所谓的话武 可是美国人很强硬 也不道歉 所以中国人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 中国大陆视为 这个银河号事件的国耻 那另外可以看到94年 中美又在黄海对峙 那一次也是 美军 这个中国指扣美军亲门踏户 美军过来的这个 这个借口叫做北韩 北韩又蠢动 所以美国要对北京有一个 对北韩有一个新的制裁 所以他派了小鹰号航母到黄海 实施一些军事上面的巡役 结果刚好遇到共军的潜舰 然后两方就像猫捉老鼠一般 追到中国领海 对峙了70个小时 那个时间点 中国的海军也不够强 所以中国认为 这也是一个耻辱 因为是亲门踏户 已经到了中国的领海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 96年台海危机 美国派出了两艘航母 一南一北 让这个美国 美国让这个中国大陆的飞弹变亚巴弹吗 或是扰乱干扰 它的这个射击的系统吗 最后中国大陆只射了 四枚飞弹结束了军演 那时候当然也是很危险 所以这样看起来 中国还是觉得这也是一场耻辱 因为美军介入了 美军来了 99年中国南斯拉夫使馆被误炸 西方说是误炸 可是中国人觉得说 中国大陆觉得说是故意炸的 那这一次四次国齿 国齿历历在目 这一次中国大陆会让吗 它会让这个美国再次介入吗 看起来我们的危机解除了吗 暂时好像警报解除 恐怕这个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后患 我们来看前新加坡外长就说了 佩洛西飞台当晚 美露其实已经准备好开战了 我们当时没感觉 甚至我看到很多台北市的市民 跑去松山机场迎接佩洛西 很多人还拍照 那看起来是欢欣鼓舞 101还有打出灯 欢迎佩洛西 可是国际社会居然爆料 美国跟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开战了 为台湾而战吗 这是前新加坡外长杨荣文说的 他说当佩洛西抵台的时候 美中已经完全做好迎战的准备了 美国说希望最好今晚就打8月2号那一天 如果一年 十年之后中国会更强 中国大陆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强 所以干脆就今天打 这个是来自于前新加坡外长的爆料 他另外讲说 佩洛西访台引发的愤怒 是美中之间精心策划的紧张 其实这两个大国早就已经精心策划这一切了 美中在军演中搜集情报 互相搜集情报 这是一种阴谋论 来看看美国之音怎么说 美国之音说 美航母过去对共军的正折力 一去不复返了 96年的的确确还是有正折之力 航空母舰非常强 可是这一次美国看到共军展示的武器 越来越先进了 所以他们看到了 于是明金收兵 过去美国在台海这边展示武力 那样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来 预防委员 我想佩洛西 这个帮你格拉斯讲这句话 我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人会赞成 对 因为这个现状真的是百大破了 在这个佩洛西来以前 他从9596年飞丹尾基以来 台海中线被突穿的这个纪录 大概是六次还七次 可是最后一次 其实是不久前的参议员Scott 斯考特来 那是第七次 可是接着来 从那个佩洛西过来 到现在每一天 中国大陆的军机都穿越台海中线 所以已经多到 没有办法再算究竟多少架次了 他的这个军舰 在花莲外南京舰 最先说那是批图的 现在证明那是真的 因为人家把动态的 全部的那个照片 全部的影片放出来 那就不可能批图了 最近的时候 离这个花莲 只有11.78公里 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而且也是第一次演习 他们的演习 把台湾化成 这个六块七块的演习区 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演习 而且他的确也打了弹道飞弹 这个是以前没有过了 在东部的海域 跟北部的海域都打了 我请问一下 这样的一个现状就被破坏了 你要怎么回去 事情过了 下一次再有危机出现 你如果中国大陆会做得更少 还是做得更多 如果按照以前的经验 从95 96年飞弹尾机看过来 他是越来做 越来越收紧 这杨龙文讲说 这个杨部长 以前的外交部长 结果我还满欣赏 他说的一些的话 但是这一次我不是不认为 有准备好开战吗 我不认为 准备开战是打什么样的战争 你告诉我 有限战争吗 两个拥有核子武力的国家 不可能只打到有限战争 就停下来了 那打一定会有一方 落败 落败那一方 不会威胁使用核武吗 所以他们不会在战场上相遇 打仗的 我认为不可能 而且我一开始 我从头到尾都讲 29号那天我在 我的Facebook我就讲了 双方都已经协调过了 说裴洛西一定会来 那时候来了前天 还有多少人就在这里讲 裴洛西不会来 对不对 我分享看 我29号我就讲 他一定会来 而且双方已经有协调了 你看他 你只要看航空母舰 雷根号的走的态势 他离开了马来西亚 他顺着南海往上走 走台湾的东部海域 很快又近 结果他没有 他绕到菲律宾海 多绕了大概三个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绕过去这样走 我现在讲他的飞机 对不起 我说错 佩洛西的坐机 从马来西亚出来以后 他走南海 走东部海域到台北 最近 叫他捞一个大圈 从菲律宾海上去 多了三个小时 另外雷根号也非常的自制 你看他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是8月2号 台北 台湾南北的距离 最长的距离 377公里 我看了那个卫星 那个土地比照一下 8月2号离台北 是最近的时候 大概将近800公里 不到800公里 但是也维持了相当一个距离 8月3号 他已经到达 那个位置离台北的话 那大概差不多1000公里 甚至再多一点 所以我来跟你讲 就是千里之遥了 那已经超过1000 到1100公里多 这样一个距离了 所以你觉得 有准备要打仗吗 如果要准备要打仗的话 佩洛西一定要离开的时候 他还会在旁边再待一下 他没有走了 接着中国大陆的弹道飞弹下来了 进行演习了 雷根号应该再回来 要回到台湾的海域 他越走越远 往上走 而且越走越远 所以从头到尾 这两个国家 都没有打算要打一场战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战 不能这样打的 双方直接在台海交手 你只看美国 好不容易才离开阿富汗 打了20年的仗在阿富汗 19年多 将近20年 波斯湾的战争 伊拉克的战争 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 他在国内的情况也非常的不好 是 乌克兰战争芳心为爱 你认为他要在台湾海下 再开辟一个战场 跟老共好好打一场仗吗 我认为这个是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的确 我们看到这样的标题 美中已经准备好要开战了 还是惊心动魄 是不是 舰长 是 这个演习现在过去了 对 过去三五天热热闹闹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很热闹 当然很多人都在关注 我现在把这整个演习 如果我站在北京的立场 告诉你们 他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 你记不记得这么大的一个演习 国际在关注的演习 计划这么久的演习 第一天就居然又增加了一个区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你事先不会想好吗 第二天时间又延长了 我觉得奇怪 你这个计划这么久 你已经怎么又延长呢 我跟你讲 他就传达两个信号 第一 我要指哪就指哪 我要加就加 我要减就减 地点由我决定 第二个 时间由我决定 我要延长就延长 你只要去想一个 任何时候我宣布这些超演区 我就在你港口 不在外面 就是左右都已经封住你的港口了 我把你全台湾这样宣布完毕 我说七天 你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 希望我们国安读得懂他的警告 第二个 他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演习完毕 你知道对全世界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你知道 北京经常讲说这种一个中国谁违背了谁踩到红线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叫做威胁 所有国家对这种威胁的评估 第一个是要评估什么 可信度 你真的是这样子讲吗 还是你吹龙说一下 警告一下而已 这次演习充分告诉全世界 我言出必行 除了可信度之外 第二个就是能力 你有没有能力做得到 这次演习也充分的告诉你 我有能力 从这两个事件完毕之后 那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的各国家 美国 日本 韩国 包含台北 都会知道他是言出必行 那个红线不要踩上去 那这次事件 我相信会让大家对撞的结果 会冷静下来 也会知道你再这样子下去 他言出必行 可是以一个我们国军来讲 这个台海现状已经被改变 国军到底该怎么办 尤其是海军 其实所谓的现状 没有所谓的现状 尤其军事 记住所有的军事都在服务政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建拔弩张多么紧张 习近平说全部回来 蔡英文说全部回来 是不是就立刻就没有了 政治才在决定 这个军事的现状未来会怎么样 最近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你要去看美中台的政治关系 会怎么样 如果经过对撞 大家都往后退了 他会慢慢的退回去 会回到原来吗 不会 不可能回到原来 这是像追女朋友一样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只敢摸摸我女朋友小手 以后清到嘴了 我会再退回去只摸小手吗 到了这里 他就会一直谈 他会一直谈 是 你再去想一个 我已经做到这样子 你叫我退回去 除非政治完全化解 记住军人永远 你那个看的是 唱戏前面那个 那是跑龙套 后面决定的人是政治 所以希望美中台 从今天开始能够真的认真的看待 北京对一个中国的坚持的 底线在哪里 不要再去冒犯 尤其我们政府 你不要又来 下个月又来国防部副部长 那你想想看 什么现状 他会更进来 所以就直接框在你的港口去了 不过这一次 蔡英文政府是很自制 我必须讲 蔡总统他们非常自制 甚至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人 民进党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说 可能你太软弱了 所以很自制 很自制就没事吗 看起来包括你看 他们的演习区域 对于美国跟日本的区域拒止 他们在做演习的 就说你这些外国人 你不要来干预我们 自制吗 我们明天开始也要做演习 也是要做实战演习 当双方都在做实战演习的时候 只要一个弄不好 就会插枪走火 实际上现在处于一个 最危险的一个关头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 没有对话机制 现在连美国跟中国大陆 都没有对话机制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把所有 跟美军的对话机制切断 这个就变得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你彼此不知道 对方实际的意图 你会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就很可能会插枪走火 所以我认为雷康这个时候 往旁边走是正确的 他不要太接近这个地方 因为随时都可能产生冲突 我们台湾自己就要去衡量 一旦产生冲突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 政治人物的智慧 至于杨荣文说的这个 中美在之前就准备好开战 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他们一定有协商 彼此都知道 因为就是习近平跟拜登通话的时候 拜登大概就是传达他 告诉他说 这个我阻止不了 佩洛西一定要来 习近平大概就跟他讲说 如果他一定要来 我一定会做出什么动作 你美军自己要去考虑到 那你是要准备 要跟我对战还是怎么样 对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如果再让你这样做的话 那以后欧洲各国人留来拜访 或者什么家 那请问一下他怎么办 所以他就已经把他的 整个态势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中美准备好的是 他们要演一个 做一个演习 彼此做一个演习 而不是准备好开战 我不认为这跟开战还差得很远 那至于你们列出了 之前的四大事件 那问说这一次 中国大陆还会被让 我跟你讲 他没有办法让 不是他不想让 而是他没办法让 因为他如果这次再让的话 请问一下 马上二十代 习近平到底要怎么连任 对他自己国内的政治风暴 他是没有办法承受 大家如果有去注意到 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些论坛的话 其实大陆网民 现在很多人是对他们 解放军的动作很不满 他们觉得他们太软弱 觉得飞弹打得太少 觉得他们军演的规模 做得不够强大 所以他们内部也是 同样有这种压力 那我们为什么明天开始 我们要做演习 同样因为台湾内部 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太软弱 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双方都认为自己太软弱 都要故意压起来的时候 那双方对撞 问题可能就会产生了 那这时候老美 肯定不会在附近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麻烦的一个状况 我真的 其实我满担心的 因为未来几天 如果稍微一个拿捏也不稳 可能就会出事 所以兵哥认为 危机其实没有解除 而且这几天其实更危险 我认为这两天 其实还更严重 因为现在所有的 对话机制都没了 你就不会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 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像这样子 攸关我们自己 生命身家安全的事情 我们的的确确要好好的来拆解